好的 那么让我们开始战斗 第四组 第四组 输出的传了 好 那么暂时让我们切到这个自由视角 还是一样 这个视角 硬的角度是真的难受 我真的不知道毛泽斯怎么想的 这个录像文件各种出bug 但是大家也只能凑合着看了 这个角度最大最大的一个弊端 就是在正常的操作情况下 有很多细节小操作 因为这个视角的话 他的看到的范围非常小 所以有一些精细的微操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那么如果说到最后 要进行非常复杂操作的时候 已经可能会切到第一层视角 也就是玩家当时操作视角 也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视角的话 可以看到会有很强的那种拖颖 看起来非常难受 好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先去分割对面的鱼猎机 和他战斗机的位置 对面的埃塞克斯是一个113 好了 对面战斗机选择抢 那么选择直接咬住 那么由于现在的话 有个扫充拖战 所以说我们不能将自己的鱼猎机 拉得离咬住的战斗机太近 好 看一下 选择一下这边的目标 一艘压滑 一艘藏王 那么藏王如果应该是带A的 那这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下手机会 然后这个鲁文好像是落单了 这里再看到一艘大河 这个防御圈的话不能冲 我们可以看到鱼猎机是直接拖走了 另外注意一下 他的两组剑豹 一组是挂在了B点 一组是挂在了A点 这也是开局方自己家的队友掌控视野 好的 那么吃掉对面的一整组战斗机以后 我们的第二组战斗还剩余半个弹药 这边直接选择一波扫射 帮一下对面的藏王 好 这边这一波 我们的扫射是帮藏王拦截了对面的半波进攻 一波半的进攻 那么第二组直接返航 看一下这对面的这个鲁文是不是防空流的 这个开火距离依然都是4.5公里防空圈 鲁文是没有选择带防空机的 那不好意思 直接开了 第一组逼下走位 然后第二组直接开刷 好的 4颗可以和队友的一轮直接带走 这样的 这个不带防空技能 其实德勋可以选择你不带防空技能 但是你要做好被航母这么恩死的准备 这个是没有半句话说的 好 那么战斗机的话 选择去下面点一下火力 然后上方的话是没有敌方任何驱逐剑 我们只是在挂对面的战略剑 我们只是在挂上面的这个编队 对面的舰队 上方的话是一个小型舰队 对面的战略剑战斗力比较弱 但是巡洋舰的防空非常好 你选择直接砸对面的最上 把对面最上的战略点出先砸掉 看一下对上交灭交存管 没在跳 没在跳 好的 我们的剑包再补一轮 第四组 准备起飞 战斗机在中间护住我们的C52 好的 一把火 开烧 好 鱼雷机又是一波起出来 我们看一下下一波它的鱼雷选择往哪边 B点的话基本上是没什么人了 这一艘一阿华是可以选择的目标 但是对面的战斗机是在这个附近的 因为对面的航母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 大准备后的鞋后方 我们的鱼雷机是选择直接往火力这边走 但是火力是应该是被C52的水平点亮了吧 也带死了 开局的话对面的损失是比我们严重的多 基本上大家觉得这一把是我赢的局了对吧 但实际上开局能被你这么搞死的都是智障 那么对面剩下来的都是一些剩下来抱团的 抱团抱着紧的都是输出能力比较优秀的 我们的战斗机是选择直接去量对面航母 但是没有顾到自己的鱼雷机输出 拖的位置不对啊这个拖的位置让自己Z46去打 这边其实应该把鱼雷机往回拖 然后用战斗机去咬对面的 去摇出对面的战斗 这边再一波鱼雷 两万血的鸭花啊 三颗血要刷 这种四颗的话差不多就直接带了 三颗啊 这个血量三颗 好 三颗拿了 对面的战斗机其实是比较呆满的啊 这波又送掉一组战斗 那么对面的话战斗机应该还剩五加啊 还剩五加 好 由于我们现在是没有怎么管上面的这个情况啊 所以上面的话剩余一艘新的宝一艘北卡 是要把我们的大拳帝后直接给强吃了 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刚刚那一波 我们应该去应该去帮上面 应该去帮上面 帮这边的把这个北卡给摁了 然后 把这个新的宝A骗出来 把新的宝按了 或者说 把这个脱节的北卡给按了 现在的话这个局上 我们这个大拳帝后 可能是要被北卡直接给起点 最坏的情况就是大拳帝后直接被北卡给撞了 然后新的宝回来把这比点一战 我们下方的话 情况还是比较弹腾的 几方呢 北特列被对面的剑包狠走一步 这边扫射并没有跟上 我们再看一下上面的状况 这个局上 这个射假的话 我们大拳帝后 应该是直接可以一轮把北卡带走 如果他有炮弹的话 啊 这一轮 没打中 可惜了 好 现在这一波的话 应该收北卡 应该收北卡 这边不应该往下走 这个鱼类机 他想的是去找一下对面的航母 因为对面的航母 现在只剩下5架战斗机了 好 那么分爆也是起了 几方的C46是觉得胜权在握啊 也是非常大胆走位 可以看一下 我们战斗机是在护着他的 但是 这个走位的话 他也是要去找对面航母了 这个走位胆子非常的大 因为对面的第一已经是全面了 但是这一波CB其实是非常不明智的 大家往下看就知道了 我发到弹权机后 被上面的星灵宝直接给骑掉 但是临死之前是带走了北卡 点亮了对面的鸭华 对面的对面的战斗机赶回来支援了 第七组我们被击中了 第五组进入战斗位置 第五组返回战舰 好 藏王烧死了斐特列 然后下方的我方这周 大选帝猴一个错误的冲锋 被对面的大和和大选帝猴包夹了 这里的话他还是选择去盖赛克斯 把这个压滑摁了呀 把这个压滑给摁了 第六组请等待新的指示完毕 第四组 好几方的下方的下面的站立 已经是完全不成正比了 来看一下 吃掉对面的最后一种战斗剑 然后对面现在是 艾塞克斯完全干扰不了我们的输出了 这是最后一种战斗 然后直接把这个压滑给带了 让CC6现在去找艾塞克斯吧 他这个位置现在其实也没什么好 没什么位置好走了 好我们来切到自由视角吧 这个 这是没有看小地图啊 其实可以看小地图 直接在压滑量的一瞬间 把这个鱼雷给投下去了 一组鱼雷就够了 好这边输出稍微有点点溢出 其实航母现在可以往上拖了啊 下面是要去认掉对面的新增堡 然后下面的大河和北特列可以稍微缓一缓 把CC6去找对面的这个 艾塞克斯单挑 估计是要被剑帽给教育了 里面是我们是看不到 剑帽选择做大选地图吗 其实应该打船头啊 这个大雪地图是中段已经着了 船头船尾还没有 船头航尾还没有火 好再配合鱼类机一波 这个大雪地图应该是能死 这个剑帽不应该打掌王啊 应该等一下我们下面一波 然后一起做这个大河 第五组我们被攻击了 第五组接入战斗位置 第五组违战间 好两颗大选地图直接带走 一颗压化的下方 直接是高伤雷 一颗直接向大选地图送回港吃桶了 对面的埃塞克斯现在在被C46给起脸啊 那么我方的德梅英是现在对上了对面的新登堡 应该是要输 应该是要输 这个距离上面八公里直接亮的话 对面新登堡一头上来直接给黑就行了 第六组准备起飞 这就是刚刚目标选择失误的造成的结果啊 上面新登堡我们没有第一时间用鱼雷机去做脚 然后导致现在我们的德梅英在中路被斜 然后下面的我们现在再上去做新登堡的话 下面的这个大河和藏王又是直接可以追的上来 这个就非常尴尬了啊 下面就要三点全丢了 第四组保持战备状态 我们的这个大河现在 这一波目标选择仍然失误啊 没有选择去做对面的新登堡 那么啊 这一波继续摁大河的话 虽然大河应该是能死啊 但是下面就要迎接新登堡 新登堡加藏王了 第四组我们被击中了 好现在对面还剩余四个人 然后我们已经是你是我军最后的期望了 第四组开始新一轮进攻 第四组本行中 第三组保持战备状态 第四组目标被摧毁 第二组等待指示 第六组等待指示 第六组我们被攻击了 第七组空军 然后四弯雪继续刷大河 第六组进入战斗位置 第五组请等待新的指示完毕 第六组反航中 第八组保持战备状态 第五组请等待新的指示完毕 第三组等待指示 这个狱雷死活不经水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大河是抬不走了 然后现在反应过来想要去搞对面的新登堡 很尴尬 第五组请等待新的指示完毕 这种时候就千万不能 这种时候这个目标的选择千万不能失误啊 因为我们下面还有六分钟啊 最多也就扔一个三波输出 起飞 这边大河是在交了损管的情况下被我们一个漏水漏死了啊 可以的 刚刚明明是后面三发列没进水啊 非常可惜啊 没想到这边大河是交过损管的啊 直接给漏死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是A军自己的解除失误啊 没有看到这个上面的数字是一直在跳的 第二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新登堡是直接没A的啊 都没交 对面这一波 叫化石被他砸到了 第五组 进入战斗位置 好 两颗人 一颗 塞我那了 这边直接咬 这边剩下的这一组 然后将关总管 直接交总管 这组 预防他鱼类是给你投不下的 其实这个AA交不交都无所谓了啊 这个AA你交了 其实可以完全等到下一波啊 埃塞克斯做你的时候再交啊 这个AA交得有点蛋疼 好稍微把投类距离往后拖了一点 然后预防藏王的那些压力 第六组 第四组 我们被攻击了 第五组 还是不进水啊 这个进水期不挂 其实日期予列就这样啊 很难进水 可以看到现在二十发雷才六个进水 好继续投 好这一波的话应该是能中两颗 能不能进个水啊 不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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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不进水 不进水 第七组 转回战舰 好分爆也是马上就结束了啊 因为我们刚刚这一波啊 着急了 所以我们下一波要顶过对面 在没有AA的情况下 要顶过对面埃塞克斯的一波输出啊 再加上要顶着AA把这个埃塞克斯A了 因为现在三分多钟啊 时间我们去站点肯定是来不及的 所以只能够全接 好现在被点亮抓紧时间把这个藏王给按死了 好两颗下面再点一把火的话啊 进水了啊 对面再点一把火的话这个藏王就直接跪了 好打中啊 两颗三千血 然后再加一把火这个藏王已经死了 我们下面对面的埃塞克斯 当时是被我们CC6骑过脸的啊 所以现在还剩两万多血 那么现在要扛过他的一波进攻 然后再把这个埃塞克斯给刷了 好了这个不这个不用刷了 一千血铁定烧死了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 他是要开始蓝对面的埃塞克斯出出了 这个三三波啊 剑暴已经是直接奔着我们来了 战斗机啊 还没能起出来 第四组空军 第六组等待指示 已经没有时间去管这个鱼雷鸡了 已经没有时间去管这个鱼雷鸡了 第五组准备 第八组 一波打得很疼 两把火然后再咬住他剩下这一组剑暴 这一组剑暴应该能中吧 这一组结果应该是一把火 两把火就已经少死了 一把火的话还有机会 好一把火烧不死了 对面埃塞克斯没有剩余的鱼雷鸡了 因为埃塞克斯这个船体的话是90架啊 90架如果采用113配置的话 他的鱼雷鸡是跟叶克星盾和出力者一样的 只有12架被击 也就是说他最多只能投出三波鱼雷 他已经损失了三波鱼雷鸡了 好这边第一波烧下手 对面埃塞克斯 发呆了啊 小伙子发呆了啊 啊没有交A 好这边这一波鱼雷 诶能中一颗6000血 肚子能不能秒了 诶 1000多 好最后承载希望的一架 最后一组鱼雷啊 最后承载希望的一组鱼雷 第六组保持战备状态 就一下啊一下单机啊 一下单机 最后承载希望的这一架鱼雷机 呃时间还有53秒啊 回来的再回来补弹的话 已经是来不及的啊 巴刹近代之时就看这一颗鱼雷 能不能把对面埃塞克斯给摁了 第四组准备 第五组等待指示 第七组 一线多血 只要只要这颗鱼雷中 就有机会 好时间还有三十秒啊 最后三十秒钟啊 最后三十秒钟啊 最后三十秒钟 哦来 好的对面埃塞克斯接雷 巴刹二十五万伤 好的 再要拿了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